大家好,今天來教大家怎麼選兵法裝備詞綴 以及在你未滿等之前,巔峰盲怎麼精確點陣傷比較多 我們先來看一下打精英傷害的表現 推高已經打到43萬的傷害了 我這次打世界是地下城41階的怪 來看一下下個精英怪的傷害表現 瞬間連續打出20到30幾萬的傷害 開始來介紹裝備詞綴 頭盔方面,一定要有冷卻和總護甲這兩樣 另外兩樣可以選屬性或是生命上限來增加生存率 如果你的傳奇名裡面有這樣的詞綴,需要保持魔力100以上 那頭盔有加法力上限也可以考慮喔 免印的部分我是放對精英攻擊產生護盾 配上法師被動技能產生護盾幾乎可以不斷產生屏障 至於為何要湧動屏障,後面會解釋 盔甲的部分請全部選減免和護甲 如果以上都沒有的話就選生命和之力 我這件另外兩條詞綴是加傷害和冰寒傷害 而且都是最頂的趴數 所以就沒有捨得換別的盔甲 當然之後遇到全減免的也會換 冰淫部分我是用冰霜信心 這邊記得找冷卻延長最低的 手套部分 我氣雙人不問的原因主要是這詞綴很漂亮 手套優先選寒冰裂片攻擊速度 幸運觸發回支援這三樣 第四樣可以選暴擊傷害或是暴擊率 這樣就是完美式詞綴 當然如果你的第四個詞綴是智力也是勉強可以的 我們來跟雙人做比較 這雙人的屬性我已經打造算非常好的了 但裡面的凍結持續時間是廢詞綴 加上暗精無法冥印 如果我換雙人也就是我要在武器 戒指或是護身符上放寒冰裂片 但這三個不會有更好的冥印可以用 如果放裂片太可惜了 褲子和盔甲一樣全部放防禦減免 我這件就是完美式詞綴 三減免加全護甲 很多人應該還是穿冰心束褲 我在打到這之前也是穿冰心 但是你要打高級的地下層真的一定要換減傷的 你們看蘇庫的能力全是增傷 不是說它不好 而是在考量生存率的情況下不能一味的選擇增傷 冥印的部分我選造成任意傷害可以增加護甲% 可以讓我在遇到怪暴走時護甲達到最上限 鞋子部分一定要有法力消耗降低跟冰霜星星和移動速度 移動速度一開始我覺得不重要並不會增加能力 但是當我穿過跑圖時發現雖然沒加能力但體驗感大大增加 第四樣詞綴可以選傳送、智力或是護甲 這就比較隨意 冥印的部分我選幸運出發 產生連鎖團怪受控掌的冥印 有些人可能會選傳送後加移動速度 但我已經本身加移動速度 冥印部分主要選個對戰鬥有用的吧 武器部分詞綴優先選意傷、暴傷、智力、核心技能傷害 我之前沒有核心傷害為什麼我還用呢 主要是因為他的智力跟所有屬性都加到頂 讓我沒有理由不用他 詞綴裡面一定要有意傷傷害和暴擊傷害 這兩樣是獨立成傷 當然完美的武器還是核心、暴傷、意傷加上智力 冥印的部分我是用擁有屏障時增加傷害 這就是為何我前面說涌動屏障的重要性 你們仔細看它上面寫造成傷害提高後面是 層 代表它在計算傷害時是用層法 選擇冥印在雙手武器上可以大大增傷 如果要增加生存率 以後還是會換上單手傷害法器 這個等到我有打到好的一套裝備 再來介紹給大家 項鍊推薦完美詞綴、傷害減免、冷卻縮短、法力消耗 最後配上任意被動技能吞噬之火 氣防強攻獲益 冰劫之處 吞噬之火6等可以增加60%暴擊傷害 定身可以提高到150% 你們仔細看暴擊傷害後面是用懲罰 代表就在傷害時不是用加法去算的 氣防強攻雖然是懲罰 但受到的傷害也會增加 嚴重影響到生存率 所以排在第二推薦技能 另外還有一個護身符很特別 是加所有防禦技能的 如果你的紙綴是冷卻、傷害減免、被動技能和防禦技能都有 像之劍 穿了之後所有防禦技能加3 我的冰霜星星直接來到8等 明明我只有點一點 重點是你還免費多了火盾可以使用 而且之劍的被動技能也不是廢詞綴 是增加易傷的傷害 如果你是屬於這樣的護身符 也非常推薦使用喔 冥霜的部分我是使用 核心技能使法力在100點以上增加暴率 搭配其他增加暴率的裝備 法師要到100發暴率非常簡單 雙戒指詞綴推薦 暴擊機率、暴擊傷害、易傷傷害 第四樣推薦 資源產生幸運觸發率或者是生命 冥霜其中一個我選奇才 因為法師很多防禦技能都可以觸發冷卻 在沒有魔力的時候可以用其他技能來回魔 另一樣戒指我明明是選雪崩 雖然除了詞綴要對到之外 請你們也要注意詞綴給的趴數 一般來說物品強度越高給的趴數會落在比較高的地方 像我這件暴擊率跟生命就是頂 另外兩樣就還好 當然要打到無限魔力的情況下一定要帶資源產生的戒指 我自己有另外兩件是加資源產生的 但因為我目前都打40階左右的地下層 打小怪或許還可以犧牲生命換資源產生的詞綴 但是遇到屠夫很容易被一波帶走 所以後來才又換了生命的戒指 電波盤我只開了三盤 我覺得在點數還沒到最大化的情況下 不要開太多盤 因為等級不高點數也不多 而且因為開的比較少盤 練的雕紋也不用一下練太多 初四盤我的雕紋直接放溃火 除了增加對燃燒敵人的傷害 第二排造成的直接傷害提高10%後面是乘法 我們開的盤掃一定要優先選乘法的雕紋來配置喔 第二盤我開的是零霜天命盤 雕紋我放附魔師 範圍內的點智力可以增加非物理傷害 這盤的所有增加易傷的傷害都要點 第三盤我開落兵 殺死凍結敵人獲得屏障 雕紋我放毀滅 增加核心技能暴擊傷害 而且會越爆越痛 然後我們往右邊走 第四盤我開附魔大師 雕紋我放控制 對受控的人提高增傷 你們看對緩速或是對凍結的人 傷害提高後面都是乘法 如果你跟我一樣還在80等左右 可以像我這樣子點 也可以打出高傷害 之後等級上來 電風點數拿到滿以後 我個人會傾向開比較多盤 然後只拿每一盤的雕紋 利用不同的雕紋來增加能力 當然你就要練非常多的雕紋啦 也就是要長跑地下增 後續我等級上來 會再分享我最後怎麼調整的 最後附上我在地下增38間或巧遇屠夫的影片 如果你的裝備沒有殺生命 在這邊真的很容易被帶走 以上是我的兵法詞綴 和中期電風盤如何加點介紹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我是小阿楓我們下次見 先 嗯 哦 须做得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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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